印度德里警方9月19日發表一份聲明 曾為中共官媒《環球時報》撰文的 當地自由撰稿人沙爾瑪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向中共情報機構傳遞國防敏感信息 於9月14日被捕 警方還逮捕了涉嫌向沙爾瑪支付情報酬勞的 一名中國女子石青和尼泊爾男子辛格 調查顯示 61歲的沙爾瑪與中共情報官員 曾在老郭馬爾代夫見面 也曾通過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進行聯繫 傳遞有關印度軍隊部署 以及印度和緬甸軍事合作的機密信息